同學們,你們好 歡迎來到九二外語王 就愛學外語 Venuti a tutti Ecco il corso italiano al libero vi uno a pi due I sono la vostra incidente Emma 我是本次一代語的老師Emma 那麼現在的話 我們一起來進入這堂課的學習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會接觸到一個小的短文 Piu italiana ke dorinese Italiana我們知道是意大利人 Dorinese 都林人 都林是torino 我們說呢 都林人的話呢就是torinese 如果說Piu ke 我們在比較集裡面知道了 是一個比較集的表達方法 所以的話呢我們就要把它翻譯成 是都林人 更加是一個意大利人 在畫面的左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意大利20個大區的一個地圖 以及他們的劃分 同時的話呢是給出了相對應的一個地名 以及他們這個人稱 這邊的居民是叫怎麼樣的 我們來逐個看一下 第一個 Dorino 是都林這個城市 位於西邊 Piu monte大區 那麼 都林的人呢就稱為 跟他一樣的話呢還有薩丁島 薩丁島 薩丁島人 你看一下 Piu monte大區 比如說這個大區的人呢 我們是把它叫做 Piu monte大區 Piu monte大區 再看 在托斯卡納大區 他們托斯卡納人又怎麼稱呼呢 我們把我有點小小的疑問 同學們大的疑問 繼續來看我們下面的幾個練習 羅馬 羅馬 羅馬人 羅馬人 拿破裏 拿破裏人 拿破裏大呢 在看巴尼亞大區的 好 薩丁島 這邊 然後呢 薩丁島人 薩都 薩丁島人 バレミラノ 看一下 只是在西西里島的 那麼 我們知道在西西里島上的 一大城市呢 是バレ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 バレモ填進去 巴勒末人就是 バレミラノ バレミラノ 好 西西里 西西里人呢 西西里アノ 西西里アナ 再看 米蘭 ミラノ 米蘭人呢 是 ミラネセ 下一個 龍巴地大區 龍巴地大區呢 是叫 龍巴典 是在這個 威尼托 威尼托大區 往左 在這個 別夢地大區 往右 龍巴地大區 龍巴典 那麼 龍巴地大區的人呢 是 龍巴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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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尼斯 Tenezia 維尼斯人 維尼西アナ 維尼西アノ 好 然後在這邊呢 伯洛尼亞所在的大區 是 Emilia 羅曼尼亞大區 同時也是 義大利最古老的 一個大區 那麼這邊的話呢 Emilia的人是 Emiliano Emiliano Volomia人 Bolon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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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這個 Morisano Morisano 是在 Abruzzo大區 下面的 這個是 Morise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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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最下方的這裡 Cabria大區 Cabria大區 他的人是 Cabria大區 那麼現在的話 不知道同學們 對 義大利有沒有 多多少少 一個觀感 以及怎麼樣去表達 我們看一下 最後揭穿 謎底 佛羅倫薩人 怎麼說呢 佛羅倫薩人 是 Fiorend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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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羅倫薩人 或者是 佛羅倫薩德 然後 羅馬人 Romano Tosc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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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ise大區 Morise 你們都學會了嗎 好的 我們來繼續 下一份的內容 學習 把課文翻到 39頁 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短文 叫做 レディフェリンセ ケウニスコの 統一之後的 這個不一 也不一般 我們知道 義大利的話呢 現在已經是一個 共和國家的 但是 因為不同的大區 所以呢 習慣還是都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 對其他的地區 或者是 對自己的身份 有什麼樣的一個 觀感和認同感 開篇語 我們已經詢問過 像誰呢 像一些非常知知名的人士 非常難度 人物 他們的這個看法 關於什麼的看法呢 在其他半個 其他半個國家 或是其他 除此以外的一些人的看法 那些北方的人呢 怎麼要去看待南方的人呢 E VICHEVERSA 相反 反思 因為 同時這裡可以換作 我們之前學過的這個 暗器 暗器 到了 ラクラパーテ OK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人 採訪的是誰呢 是威尼斯的 這個行政官 行政官 マシモ・カチアリ エッセ シン・ダッコ・ディ・ヴェネシア 我們說 シン・ダッコ 是市長 那麼過去的話呢 那意思 這個市長 是被尊稱為總督的 這個就是 威尼斯的 一個市長的 想法 好 這裡它說 アモ トゥト イ・レ・ス・ド 我非常之熱愛南方 我文文全全的熱愛南方 アモ 是アマレ的第一人稱 但是 那麼トゥト的話呢 是作為一個副詞 修飾這個アモ的 就是 文文全全的 ソロパツオ・ディ・ア・キ・ジェント 我 對這個 什麼 著迷 發狂 パツオ 是發狂著迷的意思 當我們說 一個人他要發瘋了 就是 パツェスコ パツェスコ 瘋了一樣 那麼當我們要表達 對於一種東西 有狂喜的熱愛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到這個短語 如果沒到那種程度的話呢 我們可以說 Auna passione di 就可以了 這個人 說 他對 這個 ア・キ・ジェント 有一種狂熱的愛好 Castel del Monte 這個 Castel del Monte 這個城堡 La bellissima Codiera a mi fidana 最美的 這個阿馬阿菲海岸 這個阿馬阿菲海岸的話呢 也就是在 南部的這個 Combania大區 被這個Ale 曾經入選文 事業上 必須要去的 也是50個 前50個 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Dalla de parte Adoro La mozzarella di caseta 好 除此以外呢 我還喜歡 非常之愛好 在Castella 這個地方 出產的水牛奶 啊 我們說的這個 mozarella 做披薩啊 或者是前菜 不可缺少的一個原材料 In un mio menú i diare Metre piu piatti meritionali che seritinonari 這裡有兩個新詞 meritionali 南方的 北方的呢 是 seritinonari 要記得 如果說 我們只是 要用形容詞的話呢 就是要記得這個 meritionali e seritinonari 所以 對於這個 前威尼斯的 總督來說的話呢 它是完完全全 被南方所吸引的 不論是那邊的景色 還是菜謠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人 Maria Andresa Lutta 她是誰呢 una jornalista del tv Nata a Torino 她是一個電視記者 然後的話呢 出生在Turin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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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裡 有沒有糊塗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说我是个都灵人 我的妈妈的话呢 他原始是个卡布里亚人 Originale 卡布里亚 就是他原先是一个卡布里亚人 我的爸爸是一个偏梦给大区的人 但是的话呢 他却是有一个西西里的血液的 他们说散鬼血统 血统 他是有西西里血统的人 所以说证明他的祖上 应该就是西西里人 O Parendi Sparci Lungo tutta La Parendi 我们说是一个亲戚 亲朋好友 Sparci 就是一个字版动词 Sparci 分布 分散 我有一些亲朋好友呢 是布满了整个半岛的 他对自己的家族的血统 发现自信 Quinti 因此 Micento Pare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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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的话呢 我更觉得我是一个意大利人 而不仅仅是这个都灵人 这里的话看懂了吗 这就是Maria Pare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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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女性身份的后缀 andrice 是一个演员 spitrice 作家 所以这个人 他是一个演员兼作家来的 sono una carafresi che adola bologna adola adolare 喜爱 崇拜 我是一个 卡拉利亚人 但是的话呢 我却喜欢 这个 bologna 就是应该是为了工作 ma amorti amici 不只是因为工作 还是因为他有很多朋友在这里 Centro bologna no ha il male che e una barte dime 嗯 对 虽然我知道 Bologna 它没有海 但是它确是我的一部分 我的barte dime ma un slito civele che amido slito 精神 心灵 amigo 我们说 animale 是敬仰 也是喜爱的意思 但是的话呢 有一部分的精神 是我可以喜欢的 就是喜欢 不论你也有自己的理由的 noi meridionale 好 这出现了 我们南方人呢 siamo diversi 是不一样的 seguiamo più le emotioni cherecci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更重情绪上的一些表达 而不是看的这些观感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就是 作为一个南方人 他更喜欢北方城市的一个个例 再来看最后一个 luciano de crescenzo scrittore napoletano 他是一个作家 男的作家 女的作家是 scrittrice napoletano napolilen amilano mi affascinano lautu ferme 好 看一下第一个生词 affascinano 我们说 这个是引人入胜的 他的这个动词 affascinale affascinale 吸引人的 吸引人的 那么在米兰的话呢 他大量的吸引着我 这个城市 非常吸引着我 然后ferme 是禁止的 是因为那边 会停下来的交通 这个怎么说呢 in questa città più che guitar si aspettar ai semáfori semáforo 是一个交通灯 信号灯 我们说这个红绿灯 在这个城市呢 更多的是很多人开车 都在等这个红绿灯 quando chisou no andato avivere doko naano no konoshevo nesu no dei vechi 好 我们先看这里啊 quando chisou no andato avivere 当我们去到那边居住的时候 这个去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跟sono一起的 要分开 去的话呢 在这里出现是一个小品词 地点小品词 指的是前面说的这个 milano 当我去那里居住的时候呢 andato avivere mirano 在一年之后 我还是谁都不认识附近的 所以的话呢 他这里是提到了 一个好处和一个不好的地方 我们看前面这句的话呢 他说 驾驶人 大多数都是在等交通灯的 这个为什么我们来说 他是不好的 好的呢 因为啊 他是一个纳布里人 但是在意大利的话 纳布里是一个 非常是无序的城市 基本上的话呢 是没有交通灯 也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 所以在这个luxiano 看来的话呢 他是非常喜欢 一样人中有序 但是的话呢 相对应在大城市里面 相对也会一些啊 冷漠一点 就是不认识周边的这些邻居 那 mian privacy era garantita 但是因此的话呢 我的这个隐私 就得到了保障啊 garantire 保证 担保 nun come a nabori che chiuwe mian dara in casa o a uniona 就不像在纳布里哦 然后这些人呢 谁不论谁 chiu chiuwe 不论谁都可以 在每时每刻 进入到我的房子里面 in soma am a nabori not a su de ver quessun cosi telipilamente diversi 而我 总而言之呢 我喜欢这个北方和南方 都喜欢 因为呢 都这样子 它完完全全的非常之恐怖的都不一样 telipilamente 我们说就是恐怖的 所以就它来说的话也没有很特别的一个看法 好 然后关于这里的话呢我们都看完了四个人的观点 接下来的话有一个小小的练习题 我们来看一下 ready ok punchiamo 第一小题 massimo cacciali prefes lice la cucina 看一下这个massimo cacciali 是谁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雷尼斯的 这个前市长 他更喜欢哪里的烹饪呢 我们说他是完完全全的喜欢这个意大利的南方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massimo massimo这边的话呢 siamo tutto il su 不管是这边的风景 还是这个piati 所以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道题的话呢 可以选择的是 第二个 deresudo 他更喜欢南方的烹饪 再看一下第二小题 maria teressa ruta 这个新闻的记者 他说啊 他在整个意大利半岛都有亲戚 我们来看一下 他选的是哪一个呢 a no si sente torinese 他不感觉他是一个意大利 这个独立人 b abarendi indulta italian 这个是不是呢 其实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对不对 sì abarendi indulta estero 这个没有提及到 那么对比a跟b的选上 我们更应该选哪个呢 是 他是说啊 这一个独立人 他更觉得他是一个意大利人 因为他不仅是有 siciliane的噱头 还会有这个dolino的噱头 以及carabrese的噱头 好我们再看第三题 左边这里 lina sasti sasti va spesso in carabria 这个有提及到吗 第二个b amna casa sul mare 也没有说到他在这一个海边有房子哦 他只不过说他更喜欢 在这个bologna 哪怕bologna没有海 他还是有喜欢的理由 第三个 sì lascia cuidare della emocion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sì lascia lasare cuidare 是他使得自己受什么样的东西去支配 我们说这个guidare是支配引导的意思 所以的话呢 他说 他让他自己更受情感的支配 他对这边观感好 所以他更愿意留在布洛尼亚 所以的话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我们来选sì 好最后一个小题 我们来看一下 a luciano 这个拿破里人 他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a milano luciano de crescento 都是他名字哦 a non conosceva nessuno 他不认识了何人 b non usava mai la máquina 从来不开车出门 sì b non usava coltere de la sua privacy 他可以去享受他的这个隐私 我们说coltere di 就是享受某事 啊这里的话他没有说他不认识人 啊他只不过觉得啊 在拿破里的话呢 治安相对差的地方 他就没有办法啊就是保存家里这个安全 因为经常都会每时每刻人随便进他的家门 然后在米南的话呢这个东西就得以实现了 所以这道题的话呢我们看这个选项应该是c 好的那么这个对话进行到这里 你们觉得更喜欢意大利的哪个部分呢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来认识一下 或者是了解一下其他的意大利城市 ok alora eco e la domanda quari adri regioni e chita italiani conoscente 除了我们刚才提及到的这些 还有哪些大区 还有意大利的城市是你们所熟悉的 好这里的话呢 啊最后我们过一下 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意大利丰富的旅游资源 以及我们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个地方 首先来看就是这个Costierre Amifidana 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popular的一个地方 阿玛阿菲海岸有非常之漂亮的海岸线 然后各种各样的colorful的这个小房子 左边的这个教堂呢就是在阿玛阿菲这个当地的主教堂 好 右边的话呢右上角可以看到是一个小艇 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在卡普里 卡普里的话呢也是从拿坡里过去 我们坐火车大概半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的一个 非常之瘦秀啊或者是这些人非常之喜欢去的一个 度假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 旅游景点叫做蓝洞 有兴趣的同学啊喜欢潜水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也同时在这条线上面的 当你去阿玛阿菲海岸的话呢你可能还会经过这个啊 事实上非常之著名的一个火山 Vesuvium也是欧洲第二弹的火山Vesuvium 那么第一第二大的都是在意大利境内的 第一大的话呢是在西西里岛的 艾特纳火山 艾特纳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Vesuvium 那现在的话仍是在呃就是有冒烟什么的 是一个半休眠状态 然后还有因这个Vesuvium火山爆发 就是全阵覆没的这个庞贝古城Pombe 也是在阿玛阿菲海岸去阿玛阿菲海岸的路上 然后再往意大利中部的话呢 比较popular的一个城市就是这个阿西西 阿西西圣城 那么我们说这个的话呢是一个自带宗教观黄的 一个地方来的 因为的话那边出了一个圣人San Francesco 所以很多意大利人的话呢 都会选择阿西西作为一个度假还有朝圣的地方 好 然后再往上一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托斯卡那大区 在托斯卡那大区的话呢 就是比较有著名的有佛伦萨和比萨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比萨斜塔 以及在佛伦萨这个圣母百花 大家堂出现的米开朗基罗广场 还有这个托斯卡那的乡村风光 南部的话呢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可以去一下这个西西里 西西里的话呢是意大利的两个大岛之一 就是区别本岛之一 在西西里的话呢是被认为西西里以及 南部里的这边的菜肴是相对于意大利最正宗的一些意大利的本土菜肴 然后西西里的话呢因为这个光热程度比较好 所以他们那边的红层啊我们说是阿拉莎 雪层是非常出名的 而且的话呢葡萄以及它酿造的这个葡萄酒 资源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SIMBO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西里 它的这个岛上的一个SIMBO 在西西里的话呢除了可以吃到一些当地的美食 我们可能还可以说去巴雷莫啊度假看一下啊 这边离埃及啊离这个雅典希腊或是马尔塔更近的一些地方 它的风情怎么样的 那边的话呢还会有一些牵连的一些剧场啊 或者是这种啊庙里式的建筑 但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啊西西里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黑手党的老巢来的 所以的话呢这样桥间相对就是没有意大利北部那么的好 然后的话呢往西边啊也是啊就是我国人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叫Cingway Dele 我们都知道Cingway是五的意思 Dele是土地村庄 所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亲切把它翻育成为五余村 它是沿西部的一个海岸线一条线上连着的五个小村庄 通过火车来连接啊不同巴士 所以的话呢啊就去的地方就只能一条线过去看这个美丽的风光 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呢都是在悬崖上面起的这么就是五彩缤纷的一个小房子 非常适合跟爱人一起去或者朋友一起去度假的 它这边的话啊最大的这个城市是Genova 嗯最后再看到北边 北边的话呢啊威尼斯大都知道的 然后米兰也是比较啊所谓的所知道的 我们说一下都林 那么都林的话呢 嗯是意大利很大的也很重要的一个工业城市 那么都林比较著名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电影博物馆啊 这个塔尖也被录入为意大利的这个欧元硬币上的一个 model 另外的话呢啊都林的话比较著名的是一个冬奥会 是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盛事 除此以外的话呢也是他们当时留下的供应店 还有啊也是生产阿法罗密欧还有菲尔特的一个城市 嗯球迷的话呢可能就会了解到 在都林的话还会有一个游文图斯的球队 那么这就是关于意大利的一些城市的概况 就希望你们会喜欢 最后的话呢啊老师也希望无论是在为爱好学习意大利语的 或者是为了将来啊出国留学啊去学习意大利的同学 都希望你们能够得偿所愿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Gracias tutti Gracias! 今天已经结束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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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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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